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 各位觀眾早晨 這節就是問答環節 有事想問不妨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 或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新邊的嘉賓換成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院子先生在旁邊的Herry早晨 早晨Janette 不如先聽聽電話 黎小姐 早晨 早晨黎小姐 九一四未有貨,我想問甚麼價位可入貨 這隻拉海螺方面,最新是跌兩毫半,止步28.1 未有貨,怎樣分析? 如果看海螺的表現來說 最近在高位接近30元時,都有個回吐 去到28.1的位置,提醒黎小姐不妨留意一下 看到本身的股價可能會有機會跌穿橫行區間的底部 以技術走勢來說,這不太好 以看走勢來說,如果跌穿28元的橫行底部 會有機會一試25.5的水平 投資者留意,水泥股升到這個價格當中 看到市況又不是那麼跟隨 其實本身的回吐壓力也會在那裏 不妨黎小姐等一會 如果看28元是守得住 如果繼續有橫行區間的話,就可以在28元賣入 但如果這幾天都會跌穿的話 我都會相信本身的股價亦會補補裂口 亦會落到25.5的水平 先看28元這個位置 好,是不是還問了龍湖地產? 960 這隻也沒有貨嗎? 是 最新來說,到15.02元 跌兩先 這隻也看到在10號,即早時分 也看到龍湖地產方面 用6.9億人民幣投了一塊地 怎樣分析? 我看到龍湖地產本身的股價都是不斷地強制的 其實我覺得資金追捧內房的態度 也沒有什麼減弱度 反而會看好960龍湖地產這隻股份 如果黎小姐可以看好這隻股份的話 我都可以建議後低一點 大概在15元以下買入 如果你看回中線的目標價來說 我都會看回上去16.5這個位置 以龍湖地產本身的股價表現 和基本因素來說 都是在內房股價為強勢的一隻 暫時來說 我都會覺得後低買入 都是作一個中線的投資資選 OK,黎小姐還有其他事嗎? 好了,多謝先 我們有校外家庭觀眾是李小姐 你好 早安 早安,早安 我想問一下623 我應該是7.3.5買的 至到高位7.9.4沒有走 但她現在都滾下去 我想問她的前景和上昇空間會有多少 OK,好,看看香港電訊方面 623最新來講到7.2.1 正在上昇空間會有2 其實也不是差很遠 跟她賣入價 怎樣部署? 你最好,Harry 如果看回623 例如說信託或防託這類股份 我都會覺得近來的資金 因為追捧一些 叼打值比較高一點 或是跟經濟因素比較高的股份 導致股價有一個回吐的趨勢 我覺得這位家庭觀眾不需要太擔心 自己本身 我都會覺得香港電訊的表現能力 或者是增長的前景仍然是不錯的 如果在於他們本地的電訊業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事業 我都覺得如果有一個派息比率 其實在2月、3月再次發布的時候 股價也會再到抽上 現階段來說,可以繼續保持股份 OK,好,繼續持住,李小姐 今年308,我想問一下 他上網空間有幾度 我賣1.59元 好,308,香港中壘 1.59元有貨 現價方面去到1.7元 都賺錢了 暫時跌一先 那怎樣部署? 如果說保持貨 亦有一定的利潤 我覺得還可以保持它 現階段來說,去到1.7元 如果在技術走勢中 也有三個奇形的走法 我都會覺得繼續有一個上網空間 但如果累積升幅那麼多的時候 本身目標價就不能定得太進取 我自己會看過百里的位置 其實本身也累積了一定的回頭壓力 可以先看過百里的位置 看香港中壘本身的預期當中 我都會覺得這個行業 在今年仍然是一個不錯的發展 本身的基本業績 或者當中的因素來說 我不會太過擔心 OK 還有其他問題? 沒有了 謝謝 謝謝 這位嘉賓公眾的電話 先記住 有事想問不妨拿起電話 電話來 電話二線說多次 2804-6566 之後 Harry和你跟進 其實見到 在上星期五收二之後 這一兩人來說 很多的即企業出了刑警 分市有9隻 我們先拿一些暫時移動較多的股份 第一隻有尼豐編號494 我按一下報價機 暫時跌近1乘5 15% 跌近超過2元到11.84元 亦見到發了刑警 甚麼都很突然 亦拖離股價方面的表現 預料到公司全年盈利接近沒有增長 核心盈利方面 更加大跌4成 怎樣看? 現在看回 利豐發刑警當中 說到他們的核心盈利方面 大跌40%以上 這方面是給市場出乎意料之外 特別見到 其實第四季 歐美經濟的因素 慢慢地做好的時候 這方面會否令利豐 有盈利或業績水平 做好 其實市場 原本都會在以往一兩個月 有這個衝勁 見到股價表現都會做好一點 但如果看回整個刑警的內容當中 特別說到在LFUSA結束的部分品牌時 亦錄得較大的減值 整件事令到利潤率有明顯下降 這方面其實對於市場來說 在收購不同的品牌 又或者是結束一些品牌 對於利豐來說 其實在業績上都較為波動 現在看下去其實我都會覺得利豐不斷地在做重組 又或者是整個業務架構的調整 這方面我都會相信對於他們2013年第一季的表現 亦不會做得那麼好 現階段來說雖然管理局也說到 2013年較後期亦會做好一點 特別是在整個重組完成後 令到業務架構或整個品牌的分類更清晰時 這方面的確對於利豐來說有谷底回升的趨勢 但投資者現階段來說 我都會覺得特別看到利豐的實際業務那方面 其實真的不是做得那麼好 反之而言只是一些財技又或者是一些撥備的回撥 令到本身的業績零然是一個增長 這方面我也會覺得未來的實際業務究竟有多差 投資者很要留意未來的業績發佈時的表現 如果你說看股價表現 投資者亦會很關心一件事 究竟去到11.82元 現階段是否一個撩的機會 我自己會比較保守一點點 見到其實在11.46元這些位置 之前都形成了一些雙底的狀態 如果你說今天也守不住這個位置 我的股價仍然會有反覆下跌的機會 好 既然來看利豐方面的一些解釋 他們說到由於美國業務LFUSA方面 仍然進行重組 包括在美國分銷的品牌數量減少 所以導致對毛利生產產產生了一個負面影響 而核心的竟然入利大 就沒有因為這個調整而有所改善 我們公司說到除了美國業務 集團其他業務的表現都是符合預期的 稍後再看看股價方面的情況 不如現在聽聽電話 我們有交情觀眾在旁邊 這位是徐先生 你好 徐先生 早安 你好 早安 說一下 說一下壁桂園是怎樣的 好 好 你有沒有貨的 沒有 我就是想買今早上 好 二零零七 壁桂園 要留意4元這個位置到底是否守得住 這亦是20天的平均線的一個位置 如果4元守不住的話 也會繼續大幅落到三個六這些位置 以技術回調的手勢來講做得不太好 可以先看4元這個位置 以壁桂園本身的發展來說 我就會覺得沒有其他內房做得那麼強勢 如果看回強勢表現或基本因素較好一點 我仍然會維持看960或688這些股份 好 見到在較早時份 大和方面就升了壁桂園的評級 就是優於大市 目標價調升有7乘3多 看這就是5.2 因為就是講到壁桂園的去年全年合同的銷售額來講 達到有476億人民幣 按年就是升了10% 亦都是超出他們的目標430億 主要因為內地的樓市方面 亦都是有一個逐步回升即是一個跡象 好 徐先生有沒有其他問題 業績怎樣 壁桂園 業績方面的 OK 那可能Herry要看一看 業績方面怎樣分析 如果說看業績方面 今年壁桂園其實都做得不錯 我都會覺得 未來的城鎮化的過程當中 都會令到壁桂園有一個不錯的發展 但是本身的增長率 又或者整個合約銷售方面 其實是否做得比其他內房好呢 我自己對比起股價來說 我就會有少少保留 見到股價的走勢 3.6個位置升至4.6 你說本身業績表現 是否支撐到股價值可以升得那麼多呢 這方面我們見到4.6個位置 已經是見到頂 所以我都會提醒這位觀眾 都會留意股價走勢 才在座進行部署 好 較早時份業績 都讀一讀 首三計方面 賺38.5億人民幣 同比增加有34% 多謝徐先生你的電話 我們聽聽下位嘉年觀眾的邱小姐 主持早晨 早晨 小姐 你好 我想請問三隻股票 我買了很久的 當時6.92元入了 我想請問主持 這隻股票最高去到什麼位置 和是否值得收下去呢 第二隻是9.39元 建行 我都買了很久 我6.5元入了 我想請問他 第一季有沒有機會去到7元或以上呢 第三隻是華晨 我是星期五入的 入的時間是10元2.4元 我想請問他前景如何 和最高去到什麼位置呢 麻煩兩位 我先收席 OK 好 多謝邱小姐 先導致看看 頭兩隻都是內銀股 交行方面3328 說到6.92元有貨 現價方面 去到6.15元 暫時就有少少虧損 應不應該追貨 或者怎樣部署 如果你說交行的話 我都會覺得6.92元 我想這位嘉營觀眾 邱小姐都已經買了一段日子 看看現階段股價的走勢來說 交行如果對比其他國有四大銀行 本身的股價表現 又不是真的升得那麼多 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股市會比較反覆牛皮當中 如果你說看6.92元的位置 我都會覺得時間上都要擺耐一點點 也可能要等三四個月以上 這方面其實都會看好 內人的前景 我才會這樣說 如果本身經濟做好的時候 對於他們的信貸 或者相關的產品的需求 都會慢慢提升 我覺得就算交行作為一個商業人行當中 都會仍然有一個不錯的盈利提升 但是股價的表現來說 如果要去到6.92元的話 需要一些時間 好 之後再看看建行方面的情況 939元 現價方面6.51元 邱小姐問一下 可否去到7元的水平 其實見到這麼多賣人股 好像是建行方面可以跑得最厲害 對比交行來說 你會見到建行的股價頭裡面 會升得比較急一點 而看回939這隻股份 我覺得7元是不難達到的 是這一季 只不過7元的回吐壓力 就會相對較為大 如果計算本身的股價頭來說 7元來說 都會一個比較蟹貨多的地區 如果看回6.5元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邱小姐可以繼續保持住 7元是不難達到的 但是股價的表現來說 我不會說可能要等三四個月 我覺得國有四大銀行方面 本身的基本因素 無論資產的質素方面 仍然會做得比其他銀行好一點 以現階段的水平來說 我覺得升勢是未盡的 投資者可以留意 都可以保持到7元這個水平 好 問了就是1114 華盛中國的 應該是10.2元就有貨了 其實都在賺錢了 現階段方面10.4.6元 正在升1.2元 自己升幅超過1% 如何部署? 我看到資金方面 其實仍然都是 於汽車板塊是挺看好的 也看到不同的汽車板塊 有一個挺強勁的上升 而看回華盛中國本身的基本因素來說 主要是在內地的保馬銷售方面 我都看到有一個挺不錯的提升 現階段的股價表現 儘管累積了一定的升勢 但是如果10.2元在這個位置買入 不妨保持它 我都會覺得 華盛中國後機可能會嘗試到11元的水平 好 多謝優雪姐你的電話 也多謝Harry你的詳細分析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再回申報 剛剛說的 那麼多隻顧客是否持有的? 沒有的 好 先謝謝你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不妨可以打定電話來 看看恆指方面的情況 最新升85點 報23349點